一到前四名 在半决赛当中 舞阳是胜了来自日本的石川家纯 比分是4比1 4比0 刘诗文呢在四分之一比赛当中是 先胜了中国香港的江华军 比分是4比0 在半决赛当中呢是战胜了石鹤镜 晋级到今天的决赛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女子拼弹啊 最强的运动员还是大部分都在亚洲 无论是从中国队 还是从中国香港队 日本队 韩国队 朝鲜队 还有新加坡队 都是世界上相对女子平方球运动员比较强的一些队伍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为您带来亚洲杯女子达哪决赛 双方的第一局 应该说 之前我们了解的就是刘诗文打消球还是很有办法 在去年的决赛当中他就是完胜五阳 拿到亚洲杯的冠军 刘诗文目前最新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 好球 从前两分我们看到刘诗文的这个进攻啊 他就是能够用一些巧劲 虽然力量不大 但是他能够借上武阳的这个旋转 来击球 所以他毫不费力气球就可以进攻就可以打的很刁钻 所以今天这场女单的决赛两个看点 一个是看刘诗文能不能未免冠军 三度也成为亚洲杯历史上女子 获得三次三度女单冠军的第一人 第二个看点就是萧球拳手武阳 武阳 作为萧球打法 目前 在世界平坛上可以说独树一致 也是这个打法的代表性人物 所以很多喜欢萧球的这些观众都会期待萧球这个打法 能不能突破获取冠军 因为我们知道萧球这样的打法的确难度非常大 特别是在决赛当中和自己队友来争夺冠军的话 对萧球那是难上加难 但是毕竟要经历这个过程 再难也要顶着困难上 加油 刘诗文呢 在2013年年初的时候 获得了科威特公开赛的一战单打冠军 卡塔尔奥地地战 他是女单的亚军 在直通巴黎视频赛 他是第一时间 在成都就拿到了单打的资格和门票 其实萧球这个打法真要把你纠缠住了 把你熬住了 对于攻球来讲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一般萧球做不到这一点 如果上来你说会打萧球的 像刘诗文这种很熟悉 这球路对你的旋转 对武阳的这个打法都摸得很细了 可能上来就很主动 但萧球他这个打法 属于后发之人 后来者居上 如果你能够在对方猛冲猛打的时候 你能够顶住扛住 就是不放弃 然后要锐比分 打到后期的时候 才是萧球的优势阶段 就位置 就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球 武阳也必须加强这样的进攻 还必须要有这种连续多板数的一个意识 因为一板球刘诗文是防得非常稳的 这样11比3刘诗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乒乓球亚洲杯女子单打的决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介绍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是刘诗文11比3 我们看到从第一局啊 这个双方的表现 一是体现刘诗文 对销球这个打法的一种自信和能力 基本上他在第一局没有什么 对旋转的判断不足 估计不足 或者一些犹豫的一些表现 第二条呢 也看到了就是刘诗文 他的确会打小球 他虽然说动作不大 但是他有他的进攻的一些速度和弱点 那么从武阳的角度呢 其实这种困难 我相信武阳应该说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哈边 所以第一局 武阳我想需要调整的就是不要弃磊 因为这种现象大比分 被对手打呢 是很很正常 特别是就是在中国队友之间 中国队队员之间进行的这种决赛 那么从第二局开始 我想武阳呢 还是需要全力以赴的 不要去拉开这个比分 同时还要加强一些进攻 所以 我会发现最后的决定 是最后的决定 就是一个决定 这样子的决定 我建议 就是什么决定 所以 他人家的决定 那么决定 我会发生了 那就是 我会发生的决定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萧球的进攻啊 它是难度非常大 对攻球来讲进攻很很容易 机会比较多 但对萧球来讲呢 因为他这个我们讲一心不能二用 或者不能三用 但萧球他得先专注于萧 那么他想攻的时候呢 还要根据情况 如果对对方的这个拉球质量很高 他就没有办法进攻 他就马上还得改销 所以这个就是说对萧球来讲 选择进攻的时机 你看这种球对萧球来讲就是机会 为什么说是机会呢 就是所有攻球运动员 特别是像刘师的这种动作结构比较小的运动员 你只要把球完全削到底线去 你要有那个手感 你就把球削的越长 哪怕高都没关系 攻球的打法 它都不容易发力 如果你一短了 你再转 它也不怕 因为它对你了解 这种球都是底线 都很容易得分 但这个削底线 对萧球来讲 我们又说难度也大 为什么大 你是个手稍微有点紧张 手抖一抖 球就出界 你想削长大部分都出界 所以萧球有时候 它球稳的话 它就削的 这个线路比较短 它容易保证不失误 这种球就是想削长 但是对方有转的时候 你既要压住它的旋转 还要把球送长 就难度相当大 看你萧球的功底 基本功 手上的感觉 对于旋转的一种理解 这个都要体现 我们原来也常说 这种特殊打法 一个是长焦 萧球 这个在对内比赛当中 就是在对内得比之战的时候 都很少很少赢球 又是一个底线 但是呢 它这种打法 像原来长焦 中国有陈子和 包括萧球打法 它对国外选手 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作为骑兵 团体赛当中的一种 打法 一个棋子 都是很重要的 很可惜 武阳在抢拉的时候 这个球没有追求凶狠 想拉一个加转 胡圈 球下网了 现在比分是5比8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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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来看这个球啊 刘诗文是手上微微调整了一下 他不是常规的搓 而是捅了一下 舞阳没有准备 那看来就是萧球打法舞阳呢 他非常怕这个刘诗文这样的一种风格 因为刘诗文的这个出手 虽然他绝对力量不大 但是他你看他每一板都很突然 他的球让你感觉到没有规律 所以舞阳就显得非常乱在场上 削不住 攻又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样刘诗文呢 现在是2比0领先于萧球阳的舞阳 我们还是广告休息一下 继续为您介绍这场女单的决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亚洲杯女单决赛 双方的第三局 其实现在舞阳这个办法也不是太多 还是要拼命削长 给对方的进攻呢 制造麻烦 让对方呢 不要老是趴台上葫芦他 趴在台上这种进攻啊 压迫性太强 而舞阳呢 削这个刘诗文的球也不是 太理想 所以萧球这个打法呢 其实 第一呢 从视觉上 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大的享受 但是这也是一种受气的打法 但是这种打法 我想呢 如果能够 在这个意志耐心上面 特别是在这个意志品质上 在比赛当中更加顽强的话 还是有希望的 当然你说萧球这打法 你碰到一不会打的 你就等着赢 碰你一会打的 可能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或者办法很少 但是现在舞阳 你看第三局开始 我们也看到了 他的整个萧球 不像第一第二局 感觉这么被动 还是能够萧得住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在广州举行的2013年 世界杯的团体赛赛上 武阳呢 是出现在主力阵容当中 并且武阳在决赛当中出场了 赢下了石川家纯 从由此呢 我们也看出 孔灵辉指导能够在决赛当中大胆启用萧球 也是给萧球这个打法的一丝 一线机会 另外武阳呢 也成为了中国乒乓球队 第105个 第105位世界冠军 好球 萧球反攻 武阳的反手啊 是生交 这把反手的弹机很准确 另外一点呢 就是武阳 虽说刘诗文对他很了解 但是他在萧球的旋转变化上 还是要努力去做 就这个旋转你一点 对方都不吃你去 你现在萧家转他照拉 你萧不转他也不出界 还是做的不够隐蔽 就是说你的动作的隐蔽性不够强 所以对方呢 他在击球的时候 他没有猶豫的地方 现在双方在第三局 武阳还落后一分 第三局 也关乎到整个比赛的一个走势 如果武阳能咬回一局 武阳还是有希望 如果零比三一边倒的话 那刘诗文在第四局 更是肆无忌惮的发力 所以对武阳来讲 确实是难以阻挡 刘诗文他这个打消球 他反手也能体现出来优势 反手他的拉球也很突然 就说刘诗文呢 他不是一个绝对力量特别大的选手 但是他的球突然有威胁 他对旋转的估计充分 他本来的节奏 他过来的薄力 他有点 也有点 谢谢 他 1978 他在陪伴 他有点 他不舒服 他不会比较 他未来的 他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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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下风 刘诗文反手正手都能进攻 然后他还会这把扣杀 还会拍 这扣杀对萧球来讲 也是威胁特别大的一个球 现在比分是落后4分 舞阳落后 现在舞阳的整个和刘诗文这场决赛 还是有点掐不上 两个人他不能在比分上胶着 此起彼伏 他还是有差距 是这样一种状态 一种状态的和刘诗文 好球 这个球 刘诗文也没有想到 武阳没退下去消 而在发完球之后 用反手直接怼对方一个 大角度 你看这就是机会 武阳要能够咬住比分 追平 还是有希望 现在刘诗文可能叫暂停了 刘诗文也意识到了 这分球也是整个比赛的一个节点 如果能够顺利的大比分 3比0领先的话 第四局刘诗文 更是能够放开进攻 小球这个打法呢 对世界乒乓球啊 还是有着一定的贡献 因为这个打法呢 它是一个被动型打法 但是早在乒乓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包括 都是以萧球 就主流选手 大部分是萧球 到后来呢 这个 日本发明了呼圈球 中国队又在 胡圈球的上面 加以改进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快攻击和胡圈 好 我们接下来看这一分 现在十比九 十平 吴阳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第一次追平 十平很不容易 好的 哎呀 太可惜了 吴阳这个球 他打了一个 反攻的冷板 所以这球难度很大 我看了 反手掰了一个 掰完之后 刘轩轩站着没动 防了他一下 吴阳没有准备 所以吴阳就是要能够 把这局咬下来 才能够跟刘士文 再纠缠纠缠 如果咬不下来 难度会更大 十一平 这个时候 吴阳的这个抢拉呢 就能够奏效 因为这是关键比分 大家谁都防守 都会抖 但是在前面 吴阳这个拉球 就没有什么作用 它不是关键比分 来看双方打成十二平 哎呀 刘士文的这板扣纱 相当准确 也异常的果断 因为他这个 不擅长这个 打突击的 刚才是打了一板 突击 打直线 对旋转的 估计充分 准确 漂亮 反手 在发球之后 掉过身子 掰了一个 刘士文的 正手大角度 这个球刘士文 是没有准备的 也没想到 会出其不意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比0 4比0都可以赢 但是打自己的队友 首先队友对他一些习惯 旋转都摸得很透 吃得很透了已经 这种销球旋转其实很强 但都没什么作用 刘诗文在转的时候 刘诗文拖着板型亮着拖你一下 所以他的销球的这些变化和旋转 它起不到作用 这个球刘诗文拖过来之后 是个不转球 舞阳是反拍 反手进攻 所以我想呢 销球 其实像这种比赛 舞阳之前就是可以 我先咬下一局 我的目标就是一局 一局之后 再慢慢慢慢靠近目标 谢谢大家 武阳现在还是这样 把球每一板尽量去削到刘诗文的底线 松了一下 这个球打了一个擦网之后 刘诗文救起来 武阳人身体没有完全绷住 稍微松了一下 球出界了 打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有的比赛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 就是说你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你这场比赛如果你抱着一个 我就是不赢的这个态度 完全放开 手脚超脱的去发挥 那没准呢希望又回来了 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你很认真的用常规的手段 来打来准备的话 那这场球你输了 这样11比3 武阳拿下的第四局 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了3比1 我想稍后的第五局啊 这个刘士文肯定会强势反弹 稍后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 第五局的比赛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 介绍双方的第五局比赛 那么您看到的是在中国香港举行的 第26届亚洲杯乒乓球女子单打的决赛 亚洲杯的比赛是从4月12至14日 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 比赛呢是来自亚洲16位最强的选手 中国队呢也都派出了主力 像男子是许欣和延安 许欣和延安呢也是今年巴黎世界锦标赛的主力运动员 许欣是三虎之一 延安呢也是新秀当中最拔尖的 女子呢是刘士文和武阳 胜利会师 女单的半决赛是刘士文战胜石鹤靖 武阳是完胜了日本的石川家纯晋级决赛 男子呢是许欣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 中华台北的庄志渊晋级决赛 延安是胜了伊朗的选手4比2比分是 伊朗的阿里梅安晋级决赛 我们在这场女单决赛之后呢 还将继续为您带来亚洲杯 男子单打的决赛情况 好 好 好 1-5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球没有位置 角度很大 侧也侧不开 现在刘诗文还是大比分领先在这一局比赛当中 8比3 这个家转就转到位了 你看武阳从后背 这个镜头在后面 但是也能感觉到它的吃力 能够完全吃住劲 消除旋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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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可惜 武阳是想发一个底线长球 出界了 切得太狠 这样刘诗文十一比六 四比一战胜了武阳 获得了亚洲杯 二零三年女子单打冠军 同时三度 未免了亚洲杯的女单冠军 我们祝贺 中国的刘诗文 能够夺取这样的一个荣誉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男子单打的决赛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